好,我們現在的項目,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就剛剛跟大家公佈了我們那個會員的分佈 我們的目標都是不變的 我們都是目標,在11月之內可以推售我們這個項目的 也好,West這個項目 老師,我想問一下,是不是兩房是叫做整個項目最多的單位 沒錯,兩房的單位是佔了我們項目超過 只是兩房開放式廚房這個間隔 我們標準單位來計,超過五成的單位子 如果純粹是用兩房,三房做一個分界線 三房以下的單位,標準戶來說是接近提供七成半的間隔 而兩成半以下,就屬於三房或者以上的間隔 剛剛說,超過五成是指所有兩房會員 沒錯,就是說包括兩房開放式廚房 以及兩房連標準的廚房,其實是超過五成的 接近五成半的 是佔分層單位超過五成的? 沒錯,沒錯,沒錯 以三十樓這樣就加了幾成 想問,有沒有說最快什麼時候會有樓書? 因為這個我們也是加緊在製作中的 我們期望就是配合我們銷售 都是出了樓書就可以盡快去推出這個樓盤做銷售 你有沒有大約幾時可以透露一下? 我們希望在月中到最快,當然要看看製作過程 我們目標是這樣的,希望在月中到可以出上載這部書 想問一下胡先生,剛才也有提過,北部都會區的行動綱領 其實出了這個綱領之後,有沒有說對這份綱領有什麼評價? 或者是否真的對於你們來到這個樓盤有很大的幫助? 或者區內發展也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這個行動綱領出了一個很清晰的目標 和一個相對性的時間比較清晰些 大家都知道在之前這個北部都會這個規劃裏面 其實在這個洪水橋區已經是做一個商業的用途 都已經有一個很基礎的定位在這裏 其實區內的基建一早發展得比較成熟 大家知道在這個位置,相隔一個海灣和藍山要入前海都非常之類近 本身已經有這個西部通道去連接兩地 所以這個是相對成熟 就著這個新的綱領的發展 就著本身已經有這個西部通道的聯繫 再加上政府有這個計劃去興建這個西部鐵路 所以在物流上和高端專業服務上 這個發展我覺得是很適合這個區 亦都是那個發展可以說是因利成變的 因為在這個南山和前海區裡面 這個是很多的高科技的公司 以及一些大型的金融物流的創新公司 都會在那裏做一個總部 正正是一彎之隔 香港這邊如果我們做一些高端的服務 以及這個物流的樞樓 正正配合到他們的發展 而經到香港機場 也都可以由我們這個赤立國聯繫路去到機場 所以其實可以說是一個打通了門 變成這個新界西部的發展 我們看到尤其在商業 以及在那個經濟 以及物流方面 是可以一個很順暢也很快的 在北部都會區裡面 作為一個很快的發展 而去帶動那個商業的發展 以及在那個人流在那裏對集的地方 那我相信這個行動光理出了之後 是很清晰有一個方向性 是令到那個發展方向是更加明確的 那客群方面是否都會針對相關的一些人事 當然就是新界西部區 其實就是正如我們之前所看到的 這個是天蘇維區 尤其是這個中心地帶 都有一段時間沒有一個這樣的新樓提供 以往我們同系的項目 第一它位置就類似不同 也都是我們的Redlands系列 都是屬於低密同業 那這個就是我們是一個不同的一個發展規劃 第二就是交通也都是在這裡 在那個輕鐵站上蓋 臂輪有這個交通的樓樓 我相信在整個西北區來說 不單於天水位都會吸引到 很多是想要有交通便利 在一個地鐵站的網絡方面的住戶 都會很有興趣在這裡選擇這個作為一個項目的 這個是同區的客人 至於剛才我剛才提到 我們接下來這個新格西北區 因為政府的定位方面 都會有這麼大型的一個專業服務的發展 以及民族樓樓的發展 我相信對於很多 對於這個前景是很會吸引到 有些是各類型的買家 都會在這裡做一個置業的考慮 剛剛都提到Redland 有沒有說其實項目的定價 會不會都參考上Redland系列呢 Redland也是同區的一個代表性的項目 當然我們有一個參考 但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這個Uho West 更加是提供到 集合著交通鐵路網絡的便利 因為輕鐵站不常蓋 亦都很方便連繫到這個 西部鐵路… 這個斷馬線 都很方便 加上是比龍的交通總會 所以說那個優勢來說 是更加是高的 所以呢 一來是一個參考 但我想我們主要來參考的 這些鐵路原線的項目 都是我們參考的對象 我想問一下 好 好 我想問一下 剛剛今天美國就說了吳家瑟 早前你們又是減壓之後 又是第一次出來 就是綜合這些叫做利好因素 會不會說 對你們接下來的定價 或者對你們樓市前景的發展 有一點點調整 這個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麼其實這個是 第一 這個 這個 是吳家瑟的訊息 都很明確的 那麼其實現在大家都看到 其實 大家都是期望著 或者是預計著 什麼時候開始減息的 那麼這個我想 是一個 對於市場的一個訊息 都明確 而對那個買家來講 都是一個 會是一個很清晰的訊號 是有些有興趣接的人士 都會是很明確了 那其次來說 你說在那個市場的反應 那其實在近來我們樓盤 我們 譬如我們剛剛 我們同系的 都有個樓盤推出了 那我看到的反應都非常好 那不要忘記 我們真的 推出了幾天就已經發售 那都有不錯的成績 那都行家 我們看到很多樓盤 都會推出 那我相信這個是 當供應會多了 而買家的選擇 是多了之後 之餘 會更加吸引到 更加多的有興趣 事業的買家 是會作出這個 事業的決定 以及會出來 去選購他們 心目中的適合的樓盤 這期那裡會有的 TOTO剛剛說有四組 是不是其實TOTO 是分兩座分四座 這樣 我們分兩座 第一期是有兩座的大樓 不過每一座 我們分開AB兩個部分 TOTO有多少個單位 在第一期來說 第一期總共有1393份 Yong Ho Wess 這個名字是第一期 還是記得第一期 第一期 剛剛說 11月外匯會推售 是不是推了第一期 沒錯 我們標籤是 11月推售第一期 好嗎 我想問一下 那個天橋 是真的有平台 下去輕鐵站 還是怎樣 好的 我這樣解釋一下 輕鐵站 其實就是現在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項目的一面 其實就有另一面 現在的輕鐵站 就在另一面 是貼著的 在這個項目的後面 但是我們項目的 地下一個位置 會再輕鐵一個 多個輕鐵站的平台 將來下面 我們在一個樓下 在整個有蓋的地方 就是一個輕鐵站 原本輕鐵站在對面 在背脊 在背脊 其實是貼著的 都是屬於我們項目的一部份 新的就在另一邊 我可以看這張照片 我可以看清楚 是否真的要看商場那邊 是否真的要看商場那邊 就是這樣 現在這個 剛才我們看的角度 在這個方向看來 所以你見不到輕鐵站 輕鐵站就在一個項目 就是兩方 但是在那個項目下面 其實也有多個輕鐵站 就是輕鐵站的平台 到時下面 就更有其他輕鐵站的平台 是供輕鐵 可以將來開放給我們 當然這個就是讓輕鐵 即是鐵業當局 去做到個安體 即是真的有輕鐵面 不需要輕鐵 在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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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礎 可以直接下去 是的 我們大堂自己有些 輕鐵站大堂 還是輕鐵站 就是民業的大堂 直接下去 找到地下 因為我們在樓下 這個輕鐵站 很大的輕鐵站 它真是常蓋 我這個輕鐵站是常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請按一下小鈴鐺 按下 Learn 可以按一下小鈴鐺 可以按一下小鈴鐺 按摩 數量 顏色